第一次打这种团体赛的节奏 一直打这种团体赛的节奏 就是上去有点懵嘛 怎么个懵法 当时就是自己想 光想自己 想自己怎么输 但是没有想对手 或者是不考虑取心 对 也是5倍15倍这么多 牵上去还挺重 但是对手有点 因为那时候 5比1领先 然后我打的5比2我甩了一个 就是觉得那时候 已经打的有点幸福了 有点开了 然后5比1就出完之后 就来就说 让我们这个 小机上往台上打 别老计 我下手 因为后面还要学习 我觉得上来 我觉得准备半球赛 已经到了10了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那当中决赛感 因为那小球都很重 然后可能打完半球赛 人有点松懈了 然后再打决赛的时候 可能打决赛前 前一天晚上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紧 然后把你 因为当时喊我是肯定喊不出来了 但是有点紧 我就跟下面已经说了 我说帮我喊一下 谁说 他跟秦日党和 打决赛的群 因为我当时 有点紧 又紧 又不想动 然后喊也喊不出来 我就想 自己 然后咬 你能咬一半是一半 肯定是打不出漂亮球了 就是 在场上就 抠住一分一分打 我觉得 我跟他也不是很不好打 因为亚底他有刚输完他 在场上比较一分打 其实他的球 虽然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 但是到大赛上 他不会时常 就是 球还是那种球 我觉得那天 他打得也非常好 他的反手 我跟对反手 可是 不是上 不是上 我觉得有点吓唬 然后后面 就从中间正 突出来了 然后 然后 才转回来 然后 什么想转的两口 因为太紧张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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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跟外界要 哈哈哈 我觉得当时 就 嗯 也在 129个后 当时我想 不能去 去 因为 我今天 嗯 当时可能想 也没想那么多 但是 自己想 就是 也让 就 教练也相应的 也让自己 让自己上场 就是 反正不管是怎么聊都要赢 反正 就挺不压力了嘛 也没有说表演 因为 中方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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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很正常 我输的不正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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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車 Bir 不 那 一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